打擊者緊盯著拋物線最下的球 揮棒打擊出去 馬家鄉慢速壘球賽一連兩天 在馬家國中內埔農工掀起戰火 原本32隊報名參賽 礙於經費與比賽時間 最終有18支隊伍 將近500位選手同場交進 球員各個摩拳擦掌 準備大顯身手 總共是有32隊報名 但是另外的14隊我跟他們講說 明年我們再籌籌更多的經費來辦理 可見我們屏東縣原住民青年們 對這個慢速壘球很有興趣 我們原住民也有這方面的才華 我們是樂觀俱成 以後多辦這一類的比賽 壘球有別於其他籃球排球等球類運動 不受到身高 體型與年齡上的限制 不僅考驗技巧的熟練 同時需要團隊的默契 部落青年透過壘球隊的組成 更凝聚了部落項心力 壘球賽近幾年在我們這個部落 蠻風行的 而且也帶動我們各個部落 有個項心力 因為大家運動 因為這個壘球賽沒有分體型 沒有分年齡 對不對 大家可以共同參與 年輕人都很有相信力 像村莊舉辦什麼活動 婚三喜慶 大家都會一起出來幫忙 然後假日有空就約出來練球 為了推行全民運動 及提倡正當休閒娛樂活動 舉辦慢速壘球比賽 希望能培育出更多優秀的體育人才 最終由屏東市原住民隊伍 以6比5勝出獲得冠軍 而馬加美元部落獲得亞軍 為這次壘球賽畫上完美的據點 記者跟著手 屏東馬加採訪報道 記者跟著手 屏東馬加採訪報道